大家好,我是彩蛋 今天来跟大家简单聊一下鬼魅201话 看了201话的今天反转,自己也有吓一跳 之后剧情也有很多可以猜想的空间 还没看201话的可以点击右上角 以下分为三个部分解说 1.更新所有人的现状 2.所留下伏笔 3.今后鬼魅可能的发展 先来更新一下所有人的现状 探战变成鬼 禰豆子哭着寻找哥哥 1.地支柱对鬼魅的探战下不了手 3.动不了需要人参扶 3.狮柱练柱还没被确认已经死亡 4.狮柱使迷昏迷中 4.狮柱义勇失血加昏炫 4.虽然鬼魅已经接近最终结局 当然还存在着未被解释符笔和谜团 3.虽然是禰豆子的状况 禰豆子已经完全变回人类还是半人半鬼 5.鬼魅的能力血鬼术还存在吗 5.最终最神灭伏笔蓝色彼岸花 6.还有斑文的寿命 6.居上嫌依黑死魔所言 6.开斑文者都活不过25岁 6.那已经开斑文的21岁义勇和神迷之后会死吗 6.再来就是向奈呼的生死状况 6.自从被探战拒了之后就再也没应讯了 6.当然也有可能作者不会收回这些谜团 6.如果在经济化结束也不会奇怪 6.对于鬼灭境后发展有三种可能性 6.目前被鬼化处于无自我意识的探战 6.估计不会就这样持续暴走伤害鬼杀对同伴 6.理由是正如禰豆子已证实的那样 6.就算被鬼化了也能保持不吃人的理性 7.再加上探战的意志力非常强 7.能保留人性也不奇怪 7.说不定鬼使禰豆子咬着的竹筒 7.这次就换探战咬着了 7.如果发宽探战能在一瞬间平静下来的话 7.可以把注射变回人类药物给他吸收 7.就像网友所说的 7.你永远不知道注射尝了多少药 7.因此探战也会渐渐变回人类 7.就像禰豆子那样 7.先前断掉的左臂也长了出来 7.这就是最好的展开 7.探战的四肢健全的复活了 7.果然今后的关键人物是 7.这里唯一一个成功归回人类的禰豆子吧 7.禰豆子用一张嘴就唤醒了哥哥探战的意识 7.像是唱催眠曲之类的 7.妹妹能控制食人哥哥怎么能失去自我呢 7.还有一个可能的发展是 7.被认为已经化为灰烬的无产 7.实际上在探战的体内幸存了下癌 7.正一边吸收着探战的养分 7.一边慢慢恢复体力 7.也在不需要探战时 7.也可以逃出去 7.同时也吸收了探战的血液和细胞 7.得到了克服阳光的肉体 7.黑石膜也说过 7.越强的监视变轨时间越长 7.但这里的探战会不会变得太快了 7.为此带有可能无产还没完全死透 7.有的克服阳光的肉体 7.无产不再惧怕阳光 7.这时也只有日之呼吸十三行 7.才能打败无产人 7.这也原了为什么探战拼命想领悟日呼十三行 7.能战斗的人员只剩下水柱一勇 7.风柱十迷 7.还有假设没死的蛇柱小巴内和练柱秘里 7.以及和探战同期的伊之柱 7.善意下奈呼 7.这就展开8人与无产的第二次战斗 7.好了 7.以上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7.也不一定是对的 7.欢迎留言你的看法 7.我是茶叶蛋 7.那大家下次见 7.喜欢鬼魅也别忘了订阅 7. winning 7.